HELL 聊世紀 天天的貴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印度斯坦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現在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為名是印度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的最大特色是他的村民 造價非常便宜 前期省下來的肉 可以讓他前期打肉馬 跟三棒棒開局 壓力會稍微小一點點 他的特色還是帝王駱駝 帝王駱駝的攻擊速度之快 跟曲折羅倫的真傷重裝駱駝 強度是差不多的 但他的印度斯坦的帝王駱駝 體感上是更強大一點點的 所以兩邊打起來的話好像是差不多 差不多強的感覺 印度斯坦人他的印度火衝 可以讓火槍兵的射程高達9點 所以我會把他稱為狙擊火槍 就是這個印度斯坦人 除此之外 他的古拉姆可以這個高遠方的單位 有點像是老鷹的單位一樣 但是他這個古拉姆 攻擊時還可以串燒敵方工兵單位 非常的好用 所以印度斯坦人 不管是對工兵 步兵 或是騎兵單位 都有自己的克制方法 但是唯一的共同點 就是他這些單位都是吃黃金的 所以印度斯坦人的大幹道 可以稍微補正一下他黃金缺乏的問題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蒙古人 蒙古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吃野餵食 可以吃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肉馬升到清騎兵時 還會有血量加成 到了帝王時代 肉馬的血量甚至會直接破百 蒙古人他的馬功 才是他的最主要的重點 他的馬功的攻擊速度增 攻擊速度增傷 不是增傷 攻擊速度加快 加25% 所以蒙古人非常適合前面打肉馬 然後後面打馬功的一個策略 蒙古人本身也有駱駝的關係 所以遇到騎兵真的太多的情況 也是可以打駱駝去反制敵人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吧 那眼尖的觀眾已經發現了 這位黃色就是我們的知名世界冠軍 The Viper The Viper他很少玩到蒙古 難得可以看到Viper玩蒙古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世界冠軍 玩最人氣的文明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印度斯坦人打蒙古的話 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但駱駝這個單位的共同點 就是很怕見死 所以當好 Viper玩到蒙古人會怎麼應對 這也是有點好奇的 那通常到騎兵國的話 蒙古也可以轉駱駝 所以這個情況應該是不太可能 你跟一個駱駝攻擊速度增加的文明打 絕對是越打越虧的 好那這邊可以看到三個人伐木 風箭時代準備點下18個人口 這邊要補一個軍營嗎 這裡不是打三棒棒 那這裡呢 這裡是三棒棒嗎 風箭時代補下去也沒有暗 看來是要打肉碼開局 你要打棒棒也不補房子 欸! Viper在搞!Viper在搞! 我剛剛想說 嗯... 他要玩補房子 然後不按棒棒 然後準備上馬就... 結果Viper打棒棒還卡到自己的民兵出來的時間 這個叫做什麼? 遲緩攻擊嗎? 好... 那種遲緩攻擊真的會很生氣啊 VIPER打出了一個遲緩攻勢喔 正常來說這個棒棒應該要到他們家已經開尻了 結果現在才剛出門 剛升裝甲 OK裝甲剛升上去 等一下一擊農田一擊伐木也點了 VIPER想要用這隻三隻裝甲去加強自己的前期經濟了 OK這裡該點都點 然後待會看要不要再補一個伐木場 或是直接在這裡補到9到10個人伐木 好這邊打破了木牆 衝了進去 那現在印度散人的轉攻兵 裝甲步兵繼續往前壓制 這邊農田繼續灑 木頭直接補到了12人 這邊直接補在TC周圍的木頭 OK右邊直接補到底 這邊過來裝甲步兵直接不理 反正玩玩家裡壓制 讓你給你有太大的壓力 好 就夠了 那家裡用一隻小弓稍微驅趕一下 好 VIP這邊三隻裝甲 還是爭取到一些時間 把家裡給圍起來 那現在的蒙古人喔 打法前期還是比較稍微偏劣勢的 因為他前期的加成喔 只有這個吃肉加速喔 而且他們會因為後面的 像其他文明的經濟加成的關係 很容易輸給對手 這個經濟的部分喔 所以VIP可能是顧慮到這一點喔 雖然前期他打3棒棒的優勢非常大 因為這個踩肉很快 打野時候 但是到了封建中後期 這個殘寶賽斯是他最脆弱的時候 那只要撐到地魂時代 蒙古圖技全部成型喔 才是蒙古的完全機體喔 所以VIP應該是會想辦法 去打這個大後期喔 盡量不要在前期決戰喔 因為蒙古人在越前期決戰喔 這個勝率喔 就有點 越不是那麼好看喔 除非對方有一些大的失誤喔 不然正常打的情況喔 蒙古在前期拿到的甜頭 並不是太多的 這裡 把村民拿走 直接避戰 升塵寶賽 有挖石頭 直接鬼轉蒙古圖技 3棒棒 然後為死轉黑跳成 這個打法是以前阿拉伯最夯的打法 這個村民被射死一隻 哎呀 VIP這裡有點小巧失誤了 那為什麼現在阿拉伯不這麼夯打黑跳成喔 最主要是因為阿拉伯現在的地圖喔 比較開放式喔 沒有那麼好為死喔 那VIP這張圖來說 確實蠻好為的 而且重要的資源點 都在這個領地裡面 所以這裡打黑跳成 真的是沒什麼問題 但即使是VIP還是被收掉了一村喔 就知道這個黑跳成的難度到底有多高 好 這裡把城堡補在了黃金處 對這個黃金一定要空下來 看來是要打蒙古圖技喔 那蒙古人這個又有個問題喔 如果VIP這邊轉蒙古圖技的話 他就不能開3TC 經濟又會非常落後 木頭的銷量非常龐大喔 所以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蒙古人在城堡實在是最脆弱的時候 是因為這個原因喔 其實是你爆出了大量蒙古圖技喔 你有可能被對方的一個反手仿擊 3TC開農 然後人家出戰毛兵 就直接屌打你的蒙古圖技 結果導致你3TC開不出來 節奏直接被帶走 所以 這裡就要看一下VIP會怎麼做一個反轉 好 VIP這邊是點下1級射 蒙古圖技繼續量產 印度斯坦這邊的工兵來到了17隻 後面我要繼續補嗎 好 工兵繼續打印度斯坦沒有要打戰毛兵 而是打黃金兵的奴兵 這個打法不錯 因為這個打法的話 好處是可以防止對方的黃金兵騎士 或是肉 好去反制自己的戰毛兵 那如果是奴兵的話 就不會有太大問題 但是奴兵只能打意思喔 因為印度斯坦並沒有強奴 到地獄室代 可能還要轉火槍 還是要回轉戰毛 會比較OK一點 不然就是轉這個帝王駱駝 更方便 其實也可以打這個駱駝配戰毛 可以省點黃金喔 好 這邊工兵也在囉 VIPER這邊下了一個投石側 這邊想要蓋堡 但是看到工兵在這裡 這裡要被包夾 兩坨工兵很麻煩 但是VIPER的 魔骨土劑居然鑽到漏洞 哇 這個真的是漏洞地鼓啊 他是不是直接鑽進去啊 這個3TC沒有為死 家裡就真的BBQ啦 VIPER用了一坨魔骨土劑 爭取到一些時間 這些村民都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村民術但是非常落後的喔 69村對上46村 差距23村 這 怎麼輸 欸欸欸欸 我原來是這樣輸的 看懂了看懂了看懂了 好 那VIPER應該不會太輸了 好 這也是讓VIPER 找到一個很好的突襲時間 但這個木牆應該是打不進去的 直接高打低秀操作吧 好 直接高打低 左箭矢 血量掉的很慢 還是要鑽這個洞走呢 這裡有個洞喔 那是怕對方村民圍起來嗎 想要先射光 欸 射光了 好後面的狀況是如何呢 這邊有一坨奴兵 VIPER被溜了進來 村民術也被減少了一些 為了修女陀工兵的關係 自己村民損失了一些 這個奴兵一直射一直射一直射 但是沒有占到血還好 哇哇哇哇這裡有點緊張啊 這個打起來 VIPER似乎有點小小落後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73村打42村 哇這個村民差距好扯啊 這是蒙古的節奏最大的問題啊 好但 VIPER他可以延續技能優勢喔 用這個蒙古圖技 絕對性的火力壓制喔 去壓制對手 但是沒有投石車或是工程器 去壓制對方的城鎮中心 對方的經濟還是可以不停的增長 好 這裡拉蒙古圖技過來救一下 好這邊秀一下操作 好沒有彈到血繼續秀 哇被換掉一台一隻蒙古圖技 現在是44村打80村 這就是單TC出蒙古圖技 打對方3TC的一個最麻煩的地方 錯名差距可能被打出一倍以上 好蒙古人這裡遇到古拉姆該怎麼辦呢 古拉姆是高遠房的單位 遠房有3加1 但是沒有點這個工兵台甲 哇直接戳爆 蒙圖投石車全部爆炸 好二級工兵台甲趕快補 這樣就5點了 那5點防護率對上攻擊力8點的蒙古圖技 射一下只有3點 不然是古拉姆的造價便宜喔 好這裡古拉姆可能還是要繼續按 不然就是直接斬戰毛兵 那這個古拉姆跟老硬單位一樣喔 只要數量夠多喔 其實也是打得已經其次了 所以印度斯坦人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印度斯坦的話 可以多多善用古拉姆這個單位 而不是只有帝王駱駝 這個單位其實也是挺好用的 遇到工兵國的時候 好這裡看一下 麥普會不會空到這一坨蒙圖呢 有看到喔 第一時間就反應到了 好走進來 工廠沒有人 繼續往裡面走 要嗎 好古拉姆選擇B站 他的目標應該是去騷擾麥普家裡的村民 好這坨兵力該怎麼解決呢 家裡的古拉姆的數量並不是非常多 好衝進來 偷射個村民 但是B站這邊還沒有彈道雪 還有大概5秒左右 這個古拉姆想要溜進來 但是被B站一個極限反應圍圍住了 三個房子 好這邊繼續射 哇這邊B站開始打出了一些村民殺敵 但是村民術還是非常落後的 現在第二個城鎮中心也沒有開下來 我以為他在這邊開城鎮中心 結果也沒有 Ryper這邊的單TC爆蒙圖 非常少見喔 這個打法不是很適合他的風格 大家對於Ryper的印象 就是3TC 惡農惡目 輪走手推車 想怎麼農就怎麼農 結果他現在打一個單TC蒙圖 對上對方的印度斯坦4TC開農 這個就有點耐人尋味了 這到底該怎麼打呢 好印度斯坦這邊稍微 古雷根城堡在左邊的位置 但是家裡依舊被騷擾當中 左邊這個金礦也被空了下來 但是這個金礦也是相對安全的 畢竟在很裡面 好Ryper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這邊透過了買賣一波 自己經濟資源全部見底 這邊想要趕快蓋出蒙古巨型頭司機 拆除前面城堡 那這個時候就有可能會開城鎮中心喔 點完帝王時代之後 但是如果太快去補城鎮中心 又會造成自己的木頭跟黃金不夠 可能是木頭不夠的問題會比較嚴重 哇這邊串燒看一下不行喔 不能躲喔 古拉姆的串燒很痛 這個工兵單位全部縮在一起喔 古拉姆反而更開心喔 他可以直接全部串燒攻擊 所以遇到古拉姆建議不要躲 洞洞比較好 這邊拿走 路過要不要哪個幾隻村民呢 好Ryper這邊沒有先跑再說 揮手打一下 好中午點下的品種 蒙古圖機的血量來到了80點 不然剛剛血量實在太低了 射到了 好有些時間來到了35分鐘 村民數還有93寸 村民的優勢還是蠻巨大 但是分數明顯是Ryper這邊的分數高一點點 這時候對手應該也知道 如果Ryper按這麼多魔果圖技 照理來說 我是有村民上的數量優勢的 所以他這邊還是有希望 好Ryper這邊就閃人 這邊是先投資了 一級挖金二級伐木二級農輪軸技術 先把經濟科技軒點了一遍 這樣地用時間又會再上了慢一點點 那要面對Ryper這邊 劇情投資機的攻勢壓力會非常巨大喔 好Ryper這邊點下了三級射 還有增兵技術 哇這邊古拉姆殺到了Ryper一些村民 完了 Ryper的村民數只剩下48村 村民差距一倍 蒙古最大悲歌 OK 終於好不容易升到帝龍時代 但這個經濟量跟城堡時代 沒什麼兩樣 Ryper能夠用自己的蒙圖 守住普拉姆的亂竄嗎 好 就結掉了幾隻村民 Ryper的村民數只剩下45村 好 映竹山這邊開始轉弓兵鎧甲了 突然意識到 這單位用古拉姆打 並不是很好打 因為人家的移動速太快了 可以一直風箏 但這集只能被 無腦追 人家可以走A走A再走A啊 出個戰毛兵 防守家裡就好了 好 這裡點下了拇指環 好 古拉姆要衝了 這個一定要硬上喔 抽一拿出來 趕快修 想要蓋城門嗎 你們有機會 直接A的上來 戳掉 再一台 第二台 有機會 Ryper這裡的古拉姆 能夠解得乾淨嗎 趕快修 OK 修了回來 好險攻擊力 只有一點 一點攻擊力的話 代表傷害只有10點 好 這裡城堡順利拿下 敵人 並沒有讓自己的 帝王世代升上去 再升戰毛兵 看來是覺得自己要守不住了 這邊還是要趕快把這一人農鐵 趕快點到帝王世代才行 這邊古拉姆防守一下 爭取一下時間 戰毛兵 開始生產出來 Lyper點下三級射化學點 攻擊力來到6加3 待會就變6加4 金瑞蒙土的造價比較昂貴 所以待會會再晚一點再補向 用巨型頭司機慢慢進攻 OK 好 這裡用後方的持生中心 趕快升級帝王世代 好 好 這邊差距還是非常巨大 112吋 對上50吋 當然Lyper的殺敵術 已經越殺越多 來到了51吋 51吋 51對21 好 這邊單TC 繼續推進 Lyper並沒有想要開城鎮中心 魔物圖技的數量還蠻多的喔 38隻 但是分兩隊在進攻 但是現在轉出了戰毛兵 這樣Lyper對於轉兵的壓力應該是蠻大的 哇 蒙圖打戰毛還是很強 印度斯坦這裡彈倒雪還有15秒 所以打得有點歪歪的 左邊這個城堡直接棄手 不休了 怎麼要找石頭啊 石頭就在這個位置 看來是沒有看到喔 好 城堡被拆掉 好 左邊可以進去騷擾了 城堡垮的地方 通常都會有農民 這個是一個小小經驗喔 大家只要把對方城堡拆了喔 如果對方那邊沒有兵力防守 通常那邊都會有村民 我Lyper應該也是知道這一點 好 這邊往後拉 這是山村 上方的蒙圖被逼退 在這個位置是一個死胡桶 Lyper不知道 是不知道 這邊是沒有路可以鑽出去的 只能從這裡出來 Lyper這邊終於點下精銳 點下精銳蒙古突擊 然後打回攻擊就變成8加4囉 傷害來到了最巔峰的情況 而且防護力也增加了一點 哇 精銳蒙古 上帝之鞭要來了嗎 阿提拉是兇人還是蒙古人 誒是講上帝之鞭 聊天室就要爆走了 好 這邊三級射跟化學補下 印度斯坦也把戰毛兵的傷害拉到最滿 待會再補一個弓兵鎧甲 才有機會能打得贏 所以戰毛兵被換得有點傷 但是沒有關係 我損失的是肉跟木 你損失的是金跟木 不一樣 所以印度斯坦遇到蒙圖跟他互換的情況下 就盡可能的跟對方打 是沒有關係的 好 這裡蒙圖到處騷擾 好 哇 有當年蒙古人那個味道了 瘋狂打遊擊戰阿 各種封鎖支援阿 哇 這邊擊殺了 哇 到底多少吋 82吋阿 好猛 好猛 好 這裡還偷死車 過來 加過來 這個有機會收掉嗎 誒 這毛兵不離嗎 好 不離 不離 趕快去右邊 Lyper在右邊也有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好 三級射 三級弓兵鎧 好 這毛兵被高打第一 蒙圖還是有點難打 聳了聳了 不敢打 吃量差距有點多 好 蒙古人點下了安息人戰術 就可以增加兩點的遠距離防禦力 變成0加4點 好 左邊再補一個TC 想要再把自己的經濟跟這個石頭控下來 那現在古拉姆要轉回來嗎 要不要點個精銳古拉姆呢 好 這邊轉裝甲戰象 那沒救了 蒙古人打衝車跟戰象 那就是個輕鬆解的方法 蒙古圖技打工程武器單位 是有額外增傷效果的 好 瞬接瞄解 是沒有問題的 好 脈圍的村民宿來到62村 也就是產生124村 還是有兩倍的村民優勢 好 這裡可以抽掉這台巨型頭司機 應該是沒問題 可以拿下 拿下 好 右邊終於開TC了 3TC回農 精銳蒙圖 加上巨型頭司機 推進速度變慢 決定要來開TC 稍微轉農 看可不可以回轉一下肉馬 好 輕騎兵跟馬凱 開始升級的上具 看來是有意想要轉這個馬凱 轉一下輕騎兵比較好打 好 這裡有一台火炮 待會看要不要衝進去把這台火炮給抓了 好 直接用一隻蒙古圖機去偷射一下 哇 這個傷害症太痛了 趕快拉致村民庫來修理一下 好 回頭打個一炮 解不掉 第二炮 還解不掉 第三炮 10 哇 1換1達成 蒙圖1換1 抓爛了 抓爛了 OK 那 這裡看起來 Viper家裡也是 有點生活無法治理啊 太多戰毛病在那了 現在只有蒙圖 不太好用蒙圖去防守 好 光雷達戰俠移過來 直接被點掉 好 現在家裡也不太想拉蒙圖去解 但是現在如果要出肉馬的話 農田要先把它拿回來才行 現在要轉肉馬的話 肉也不是太多 好 還是要拉蒙圖過來解呢 家裡的問題還是要透過蒙圖來回救一下 好 追星頭司機 繼續開拆 Viper這邊二級馬凱 繼續補下 這裡開始射擊 好 點掉了一些戰毛兵 右邊的城鎮中心 慢慢順利的發展起來 蒙圖這邊終於解掉家裡的戰毛了 但左邊還有一坨 右邊還有一坨 對手的騷擾也是蠻OK的 而且這些戰毛也確實讓他有機會可以推出來啊 把Viper的巨型頭司機全部砸光 只要能解掉這兩座城堡的話 Viper就危險了喔 那Viper這邊的重點目標 就是要把經濟先拉起來 趕快轉出肉馬 好 或者是待會要轉草原騎兵 都是可以考慮的 好 直接轉肉馬就夠了 草原騎兵吃黃金喔 把這黃金留給蒙圖會更好一點 好 印度斯坦這邊的經濟開始回穩 火砲的數量越來越多 兩台 第三台也在按 第四台 喔 越來越多 好 這裡是一個戰毛加上火砲的推進 那Viper 這裡只有蒙圖的狀況是很尷尬的 即使是世界冠軍喔 不轉兵也是很難打的 最終還是要走到轉兵這條路上 但前線的蒙圖壓制喔 確實也是夠力喔 但是 人家是印度斯坦 村民的造的造價非常便宜喔 欸 這裡會危險 會死很多蒙圖 不行 MIP 這樣打不行的 啊 剩33隻 死了好多 好 印度斯坦這邊穩住了戰線 右邊又有戰毛兵 又在騷擾 哇 這個戰毛兵一直騷擾 一直爽啊 好 這裡還有一隻 幾隻戰毛兵 還在打 好 單親騎兵終於有了 Viper的臭名數又下降了一點點 點下了鑽瓦技術 他還想要死守這根城堡 這個城堡再被打掉 Viper就沒有機會反攻囉 就只能且打且退且珍惜了 好 右邊這邊看一下 印度斯坦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騷擾源源不斷 左邊戰線繼續修理 火炮又拉過來嗎 但火炮現在在中間這個位置 沒有城堡防守 只有戰毛兵 這邊就要看Viper要不要上來硬點 點掉巨型投司機 好 點掉這個火炮 好 講錯 好 三台火炮都在正前方 難道Viper在等他出來嗎 好 看起來也不是喔 這邊有村民再走來走去 兩隻輕騎兵 點一下 現在血量是98滴血 達龍馬點完之後 血量會高達118滴喔 好 這一根城堡喔 對手也很聰明欸 知道Viper隨時有可能 會往前點 哇 點掉了 第二台 第三 點掉 點錯了 點錯了 Viper 再點一下 哎呀 點掉了 Viper最多是把三台火炮也點乾淨啦 哇 好精彩的精彩 這個在大量戰毛的輸出中 躲掉了一大堆的戰毛傷害啊 雖然還是有被解掉幾隻的蒙古圖器喔 但 三台火炮解掉 壓力稍微小了一點點 又可以再玩了 如果這三台火炮點不掉 Viper可能就要打GG囉 欸 這個 頭車 剛剛差點卡蛋打不出去了 最後打出去 好 這邊輕騎兵直接上前 走 試一下 哎呀 傷害有點痛 OK 搞定 血量比較多的弱馬 還是比較好用的 不行了 再又點 又點掉了兩台 三台火炮 哇 印度斯坦把所有的黃金 都點在了火炮上 但是火炮一台一台的被收掉了 印度斯坦遇到弱馬 開始有點解不了了 怎麼辦呢 MIP這邊轉出弱馬 黃金還有兩千多 再繼續耗下去 印度斯坦可能會爆炸 因為火炮被點掉太多台 將近快要十台的火炮 都被Viper給收乾淨了 Viper這邊肉趕快要繼續補 蒙鐵繼續灑 只要弱馬越來越多 Viper就穩了 蒙古轉兵是真的很重要 什麼時候轉 什麼時候要存出蒙土 是玩蒙古最大的一個難體 Viper這邊示範給我們看了 即使是單TC蒙古 到了後期要轉農 也是相當困難的 好 那印度斯坦這邊點下了 品種還有二級馬侃 看來要把這個肉馬提升上去 走一個肉馬路線 但走肉馬的話 對於Viper來說 沒什麼壓力 但印度斯坦也只有這個選項了 原來現在肉馬 對他來說是一個比較省資源的打法 可以給Viper一些壓力 並記這個是機動性單位 但是並沒有辦法讓他的本體 這個蒙古圖技 給到太多的壓力 出現蒙古人 點下了二級攻 三攻待會要補下嗎 我覺得早點補下也會比較好 但這時候補三攻 我覺得不如先點大肉馬會比較好 好 馬上補大肉馬 就跟大肉馬會有給這個血量加成 所以點大肉馬還是比較好 畢竟Viper現在需要的是肉馬的坦度 而不是肉馬的輸出 畢竟輸出靠蒙土就行了 前排有一個厚實的肉盾 才是比較重要的 好 前方有更多的戰毛兵過來 Viper的蒙土反擊打得很漂亮 收掉 再收掉 好 這時候對手打錯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一場Viper打得很驚險啊 差一點就打不贏了 還好後期對手黃金被收掉太多了 這個火炮感覺出太多臺 Viper很輕鬆 把所有的火炮收掉 然後讓對方沒有黃金 可以轉出其他兵種去反制 那蒙土到底要怎麼打呢 其實就是用大量的戰毛兵 或是配上槍兵 或是配上這個大量弱馬 都是可以考慮的 當然印度這邊的想法 比較算是 我這邊火炮一直堆疊就沒問題了 甚至我覺得這把 可以考慮出一點古拉姆 當前排 然後混點肉馬 的一個策略 把火炮這些黃金省下來 轉一些古拉姆 結果可能會有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也說不定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 由印度斯坦拿到7萬8的資源勝利 直接贏了1萬7的資源量 那MIPER這邊有4生物 所以後期的生物黃金量 產量還是不錯的 軍事方面來到了2.34的KD 這就是蒙古圖記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